感恩那么释迦牟尼佛 感恩那么大致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 灵感关心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那么十方三十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那么龙天父法菩萨 感恩师子福 感恩师兄们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英勇五大法宝 自日的我多年晚期 使愿念经 生日发烧 得以康复 请大致大悲 关心菩萨 自卑保佑我 我今天为了度众生 许许观世音菩萨 牵手切救度众生 所以我现身说法 请观世音菩萨给我加持 保佑我能够把今天 这个红法掌握功德 希望我的分享 能广阶善缘 广度有缘 在分享过程中 如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我自主的业长自纸碑 无比较 无能师父碑 无能聆听的师兄碑 无能阻伯师兄和默默付出的义工师兄们碑 感恩南无斯加摩尼佛 感恩南无官司英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我今天分享两个平面的事情 分享一 应用五大法宝致日了我20多年的颈椎病 日节 头晕 嘔吐 发冷等症状 2020年6月份 我进入知省林里的心灵法门 回首学佛以来 从当初病痛产生20多年 到现在的身心健康 家庭幸福 真是感慨晚期 心里无比感恩观世音不少 感恩恩师慈父 感恩蔡师兄 引领我走上了正行正义的学佛之路 让一掌深重的我 日用水院念经放生 多白华佛法 念礼佛大场合 应用五大法宝 改变了我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在20年前 我去日院检查 就有严重的颈椎病 经常头晕 趴冷 浑身疼痛 到了秋冬之前 知府无法出门 真是受不出的痛苦 自主行日问药 吃中药 贴膏药 按摩 针灸 理疗 吃保健品 等等 这要听说 哪里能看 我就去看 钱花了不少 一点效果都没有 他去找个通灵人 也花了不少冤枉钱 但我的生子 已经进入压经抗胀态 直到2019年10月份 我有幸遇到蔡师兄 他们跟我讲了念经的好处 说我的病通过念经能念好 日经我们法门后 我的人生就彻底的改变了 当初的我始终不相信 都看不好的顽疾 一年经就会好的 现在想想那时 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愚痴 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金钱 大概过了半年 可能是我的佛远到了 忽然想到了蔡师兄 全要给我的经书 就拿出来看看 师父的图腾 视频 我听师父过来寂寞 我被深深的吸引了 心想世界上还有这么有本事的人 从那天起 我就彭指经书 开始学佛念经 做功课和念经文组合了 每个月也跟着师兄们 去水眼放生 就这样念了三个月的经文 我还买了电瓶车 跟着师兄们去红法了 真是法喜充满 感恩关心不少 感恩师父 2022年8月14日晚上 我念完经 晚上十点都钟 上床刚躺下 我就觉得不对劲 头好晕 可能是老毛病又犯了 没学佛之前 我经常要犯头晕 犯病时 发人 呕吐 手脚抽筋 脑子很清楚 但人不能动 每次犯病都要 止于啊 跨日天水 才能好 当儿子开车要送我去认养时 我说等会儿 因为我困难有个日念 想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我就一边念圣号 一边给师兄打电话 说明我的情话 师兄在电话的那一头教我 以后菩萨妈妈说 我许愿吃全数了 菩萨妈妈救救我吧 赶快许愿七张小房子 我马上念一部 七八二九心理密码 我挂完挂断电话 三手核实 想观世音菩萨使愿 我吃全数 明天早晨 招送七张经文组合 给我的药经者 我就开始念 七八二九心理密码 师兄们啊 能有诚心 佛有感应 真的太神奇了 一部心理密码密码 我的头就不晕了 可以起来了 感官世音菩萨 慈悲加持保佑 心理密码 太神奇了 心理法门 真是不识 经文组合 太理念了 还没有彭止经书的人 赶快彭止经书 知音懂果 宵夜还在 改变自治 有家庭吧 分享二 主要念经 生日发烧 得以康复 2023年2月28日 是我生日的生日 当天 我日念中 出血 要不要给生日的药经者 烧松组合 有了这个日念之后 我没有结识 花组合 当天吃晚饭时 生日说 有点冷 大概八点钟时 它就发烧了 由于我自毁不开 开岛生日发烧 很紧张 当时没有主意了 就打电话 请教师兄 师兄 教我不要着急 我们有观世音菩萨保佑的 赶紧上香 求菩萨吧 晚上九点钟 我就上香求观世音菩萨 救救我生日 凭使用明天早上 给生日的药经者 花七张经文组合 保佑生日配烧 然后跪在佛台前 念了一部 七八二九心灵密码 当我念完 生日睡着了 但半夜里 一直在发烧 热梯早上 我醒院后 白天还好 到了晚上 烧得很厉害 还一直说佛话 早晨 我又想观世音菩萨使用 给生日的药经者 念诵二十一张经文组合 后来师兄 教我要忏悔 因为我又日念出血 而没有行 实在不攻击 人时上香死 我跪在佛台前 想观世音菩萨使用 一 我念礼佛大参文 四十九遍 来忏悔 我有了止心动念 而没有行 的过错 二 帮助生日的药经者 念二十一张经文组合 三 给生日每天念 消灾皆相神者 和解节者 和四十九遍 连续念五天 四 跑后现身说法 五 帮助生日放生 一千两百条鱼 许压后 第十天生日退烧 也没有再发烧过 就是没有胃壳 没有吏齿 日六天送生日上幼儿园 我去接他的时候 老师反应 他一贴都没有历史 没有惊人 过了两天 我放完身一千两百条鱼 生日真的活泼起来 完全好了 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经文组合和心理密码 零零无比 心灵法门真是不虚 2023年5月11日早晨 我跪在佛台前 念礼佛大厂文时 菩萨非常自卑 相一直打卷 真的法喜充满 此时日念中告知 修行真的要如若活冰 只心动念 多时夜了 请师兄们要日落为界 真的不能再造业了 每天认真好好学习白话佛法 知音懂果 这指贴通过念礼佛大厂文 诚心忏悔 我这个夜长生动的无名众生 所造的夜长 浑身轻松 太感恩观世音菩萨 和师父的慈悲 只要我们按照菩萨的指引 和师父的指导 有方法 听话遭做 一定能让我们 脱离苦海 我的分享其实说了 分享过程中 如有任何不录理不录法的地方 恳请那么释迦牟尼佛 慈悲原谅 恳请那么大致大悲 观世音不少 慈悲原谅 恳请那么十方三十 一起祝福不少 且隆天父法不少 慈悲原谅 恳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夜长 自止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联听的师兄们悲 不让展播师兄 和默默负责的义工 师兄们悲 感恩那么释迦牟尼佛 感恩那么观世音不少 感恩师父 感恩大交 感恩大交